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刊 字节跳动遭到来自美国的飞来横祸 TikTok美国公司面临或者被封禁 或者被强制收购 在一个大国的强压下 一个企业要做选择确实很困难 想必张一鸣先生和整个公司 处在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 老胡不是市场专家 也非策略谋士 我只想在此对字节跳动管理团队 谈几点我的直觉供该公司参考 第一事到如今别怕特朗普 这个人趋利妄议明显 他现在的唯一考虑就是怎么能够胜选连任 而这样的人此刻最容易患得患失 色力内人 想想看他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 最怕的又是什么 他要的是收拾TikTok的完美结局 他要避免的是美国公众对这一事件最终结果的严重不满 而要一个完满结局 需要有字节跳动的绝对配合 TikTok虽然无法对抗美国政府 但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对关键细节做出出出其不意的反应 打乱特朗普的如意算盘 这样就有可能从被动转为一定程度的主动 第二字节跳动一直在示弱 这已经极大增加了特朗普对他完全掌控局面的感觉 同时增加了美国社会对完全制服字节跳动 并以低价收购TikTok的预期 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倾向于相信 微软的收购最终能够成功 微软也有实现这笔交易的强烈愿望 特朗普星期一表示 美国财政部要从这笔交易中抽成 也显示他成竹在胸 已经准备向选民们邀功 就是他又从中国人手里抢来了一笔财富 第三 这个时候 预示着字节跳动的机会正在积累过程中 美国社会对微软收购TikTok成功的预期越强 特朗普吹的牛越多 字节跳动坚持自我利益的筹码就会越多 所以字节跳动的策略应当是面上软 李自应 李征在对本公司十分不利的大环境下 实现解决危机过程对字节跳动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 现在围绕TikTok事件对特朗普政府不利的舆论正在增多 特朗普的选情已经很糟糕了 TikTok事件闹得越大 他越需要一个可以对外说成是很完美的结局 来向美国社会秀 这个完美的结局肯定不是关掉TikTok 因为那将对美国的自由民主理念形成打击 还会让大量青少年用户和创业者严重愤怒 加上华盛顿又制造了成功抢劫TikTok的预期 慢慢的美方希望交易成功 害怕以关掉TikTok为结局的心情 也将越来越强烈 这些都会变成字节跳动手中的武器 除了权力 这个世界还有规则和道义 虽然特朗普手中的权力可以碾压规则和道义 但现在距离大选投票只剩下不到三个月了 人们的心里会对规则和道义有微妙的把握 特朗普稍有不慎 这种微妙就会变成他的选票流失 所以未来究竟谁怕谁有出其不义的表现 还真不好说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